在哪裡呢? 欸!找到了!竟然還在 這是我上大學後在光華商場買的第一台筆電 CPU i5-3230M GPU是GT640M 但是GPU和RAM都是DDR3的時代 14吋的螢幕卻比現在的16吋筆電還要重 價格4萬多塊 而這是現在高CP值的高效能筆電 RG Flow X16 GPU是NVIDIA GeForce RTX 3060 最高AMD Ryzen 7 6900HS 32GB DDR5的RAM 125W DGP和MUX獨顯直連開關 Mini OAD的Nubra HDR顯示器 觀看規格就可以感受到科技的進步 剛好我弟子公所說是畢業 儘管整整比我晚了8年入學 但他整個大學時期都還是用筆電 做報告、做筆記、寫作業 這次影片我會從理工科系學生的角度 來聊聊筆電規格的演進 我也會回到我的母校台大 和現任的資工所教授聊一下 現在的筆電規格 對理工科系的學生幫助有多大 如果你有組過桌機的話 就會知道同樣效能規格的筆電 大概會比桌電還要貴上1.5倍吧 現在價差可能沒那麼大啦 但過去那個時代真的是如此 所以會買筆電的族群主要就是 非常非常在意機動性的那一種 我14年前的時候剛從高中畢業上大學 剛踏進台大這麼大的校園 相信每一個跟我一樣的學生就會意識到 欸 我需要一台筆電才能在這樣子的校園生存下去 我當時跟我的室友在P2還創了一個個版 然後我還查到當時我的 從大二到碩二所有的課表 有聽過P2這個名字的 大概都暴露了年紀吧 我想起來了 我記得我大一到大四總共修了180幾個學分 當機械系只要140個學分就可以畢業了 像我這個大四上的課表 我真的就是早上在統計學跑SPSS 下午就趕快找空檔去跑MateLab寫振動學 還有一些系內的作業 找資料啊 跑軟體 或是開PTF做筆記 都需要用到電腦 所以背著一台筆電穿梭在各個教室 絕對還是比較高效的 比較一下這10年來的規格差異 CPU效能提升很多 然後大亂的SSDA已經是常態了 RAM已經從DDR3升級到現在已經DDR5了 我記得我以前做實驗或是跑軟體的時候 通常都需要等上半天一天的時間 才可以跑完 光是一筆數據而已 以現在筆電的規格 可能幾分鐘就可以跑完了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現在學生也太幸福了吧 我覺得最有感的還是顯卡在筆電上的升級 像開頭有提到我的舊筆電的顯卡是GT640M 這是一顆DDR3 2G的GPU 而這是我拿來代表的2022年筆電 ROG Flow X16 它是用NVIDIA RTX 3060 這兩張顯卡的效能差異簡直是天差地遠 而GPU在現在的運用也不只是 只有看影片或是打一些遊戲 很多3D建模或是實驗的軟體 甚至是Coding爬充的數據 現在其實也可以用GPU來專門做處理 其實我已經畢業很久了啦 所以我接下來就來訪問看看 現在剛熱騰騰的碩士畢業生還有教授 然後看他們覺得現在的筆電規格 對他們的研究有什麼幫助 哇 超久沒回來的 那之後就很少回來台大了 超懷念的 後面是總圖 然後這邊是工學院 前面就是英利所 我以前念碩士的地方 大學念機械工程學系 西班都沒有變 英利所也沒什麼變 我當初就是在這裡從台大畢業的 還被當了一課 之前在學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建築物的出現 等一下就會在這裡訪談 這一次呢 除了來台大回憶我過去的大學生活之外呢 我還特別邀請到了現在台大資工所正夯的教授 陳韻隆副教授 大家好 我是陳韻隆 人工智慧AI領域裡面包含影像 有包含語言 那我們實驗室專做語言的這一塊 老師剛好是語言模型的專家 所以我跟老師呢也會在接下來會聊一集 跟TrackGPT有關的題目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這支影片看 我想問老師你覺得TrackGPT 現在用起來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技術上面的突破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多 但是它的成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且大家一開始會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幾年後會發生沒錯 可是沒想到這麼快就好像可以做到真的很不錯的效果 不愧是馬斯克 因為我之前是研發工程師 所以我也接觸過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派別 那老師的Machine Learning是用哪些軟體 有很多公司已經出了還蠻好的一些framework 比如說像Google或者是像Facebook 他們都有推出像TensorFlow或者是Pytorch這樣子的framework 那大家可以在比較簡單的方式然後就去寫一些AI的模型 因為我是手機的研發工程師 特別是聲學就是這支手機它聲音有問題 是它的喇叭壞掉還是電訊號壞掉晶片壞掉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經由這個聲音檢測的訊號 就可以快速了解它是哪一個part出問題 以前硬體的效能還沒那麼advance 那現在已經進步很多了 每一年都是2、30%在提升 那老師的研究領域裡面 這個GPU在筆電裡面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應該說用到GPU的量是非常非常大 因為現在不管是訓練模型或是把訓練好的模型拿來做測試 你用GPU跑跟用CPU跑你的效能就會差非常的多 應該是說在AI這個領域現在不用GPU跑 基本上就會有一點小痛苦 那如果像3060其實就可以跑到還不錯的效果 我們也進行了實測 請老師用現場的筆電 跑他的機器學習訓練模型 在GPU on and off 的情況之下 運算的時間會差多少呢 就是這個是沒有開GPU的情況 純粹用這台電腦的CPU在跑 老師的3000多筆的訓練資料 我們現在已經經過快一個小時了 現在才91%而已 所以開了3060之後真的 從原本一個多小時會加速到43分鐘 對 太誇張了 因為剛剛我們跑的大概是3000多個巨子 那如果你資料有到3萬或30萬 可能就是會再乘上10倍嘛 願不願意多花一點錢去升級你的硬體 然後花比較少的時間做訓練 這個時候有一個獨立的顯示卡 他就是專門拿來處理專門的工作的話 對他來說效能會好很好 比較像是分工合作的感覺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GPU對你們資料處理有簡助的提升 那你可以具體的說明一下說 你的這個資料在跑到底是在跑什麼東西 然後提升的效率大概有多少 研究呢是跟語言相關的 所以在這邊就簡單的DEMO一下一個 在語言處理領域 算是最基本的一個小範例 那不管是英文或是中文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這句話做一個分類 比如說現在這一篇新聞的標題 台經新聞還是政治新聞還是娛樂新聞 把它歸類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3000多筆資料 就是一個句子這樣 對3000多句 那其實在語言處理領域 現在最不錯的一個模型叫做Transformer 需要滿好的硬體資源 才可以跑得不錯 效果才會比較好 就算是我們人的大腦 我們看到一個句子的時候 要去判斷要去解讀它 有時候會有語意的分歧 就是同一個字它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句型裡面的時候 它的意思可能是不一樣的 可以把它想像成你在學習 就像你在學你在訓練你的頭腦 只是現在這個不是訓練你的頭腦 是訓練這個機器上面的這些數值 你把它訓練好了之後 它就像你的頭腦一樣 看到一個句子 你就可以分辨它是什麼類別 我光想到以前我做實驗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旁邊 台大硬力索而已 然後我跑一筆數據 也是要花個半天 就是速度可以快很多 可是缺點就是 因為大家都滿快的 所以你就要處理更多的資料 才不會輸 那因為老師現在就是有實驗室 在帶塑班的同學 理工科系的學生 他想要跑機器學習 或者說跑資工類型的 你會怎麼建議它 在筆電上面的硬體選用呢 基本上就是先考慮 你會使用的情境是什麼 你是拿它來做文書處理 還是說你會拿它來跑 研究的Data 那跟你的Data的量有多少 如果你的量很大的話 可能你的效能就要比較好 那甚至你的RAM可能也要比較好才行 因為一開始你的Data load下來 你其實就需要記憶體的量 其實是比較多 雖然說我不是做自工類型的 但是因為我是理工科系的學生出身的 那我看你的影片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謝謝謝謝 所以如果你想要進修 或是說你現在學生 想要有網路上的資源的話 歡迎去訂閱陳老師的頻道 搜尋陳育龍老師的名字 你就可以找到他的頻道 好 既然都聊到了理工科系學生 那就不得不請出我弟 你之前有上過陳育龍老師的課嗎 有 我有學過他開的演算法課程 那他上課怎麼樣 其實還蠻風趣的 他在學生間的人氣其實蠻高的 教授你可以安心了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貼紙 我知道 Yuki有時候會找我弟玩 對現在兼職保姆 Yuki剛剛貼在我身上了 還有這裡有一塊 我知道在台大真的是很遠 所以我很常在這個教室 跑另外一個教室 然後都要用筆電的話 我就一定要載著筆電跑來跑去 那你在大學的時候 有這樣的經驗嗎 我上課是比較少用筆電 但我很常把筆電帶到吸管管 那你會覺得大學生 會需要用到筆電嗎 我覺得也是看科系 有些真的會比較需要 身上有隨時可以運作的電腦 是蠻重要的 但有些人可能只是 做筆記方便啊 或者什麼的 平板可能就夠了 大學生我覺得還好 最主要是研究生還有碩士 那你們純軟體用的是Windows還是Mac 我們實驗室工作機也都是用Windows 在學爬蟲的時候有用Python 光那個環境我搞了一整個下午了 超多奇怪的東西 然後你有時候查到的教學又 又不是這個版本 可是像我在做實驗是 跟很多力學相關的 那就要跟很多的實驗的 那種設備做串接 那那個串接的話很是相容性 反而是Windows的界面 有很多driver可以去相容 那所以我們的實驗室 最主要還是都是用Windows的做點跟筆電 你是玩VR對不對 對我們一方面可能有VR 然後一方面Arduino也會用到很多 就是會很常接那個硬體的控制板 Arduino 各種馬達都會用到 然後還有控電子發之類的 就是每個人的東西不太一樣 你們資工手也會用到這樣子 電子電路的東西喔 就是我們使用室比較特別 這台是ROG Flow X16 然後它搭載的是3060 你之前在實驗室跑的電腦 是有到這個GPU的規格嗎 對差不多也是到 那也是筆電嗎還是桌電 會有桌機然後也有筆電 但顯卡都會上到這個等級 都至少3060以上 電競筆電其實 也很適合學生拿來做研究做實驗 那個你身為學生 然後跟媽媽說 我要一台GPU比較好的筆電 然後跑3A大作 愛爾登把環跑得很順 表面上都是要學術啊 NVIDIA加的軟硬體調適是真的強 連我當工程師常用的 ENSYS MATLAB 3D鍵模用的CREO 機器學習常用的TensorFlow 和Pytorch 都有在GeForce筆電調適加速的清單裡 顛覆了以前顯卡 就是拿來打遊戲的認知 身為一個10年前 一樣是在學術界裡面 打混的理工科系學生 我真的覺得現在的學生 真是太幸福了 如果你也是正在寫論文的措施生 應該會有跟我有一樣的感受 做研究其實是一個求知的過程 接下來就是花時間跟力氣 去讓電腦做運算 或是說讓實驗去跑 並且得到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並且呢我會根據這一次的實驗結果 來決定我下一個實驗步驟的進行方向 所以每一次如果在得到數據的時間 可以再縮短的話 都會對我們在學術上面的求知 還有研究的步調可以更加更加的加速 比方說我之前的論文 就是跟得到很多震動的訊號有關係 就是拿壓電晶片來對於寫意 做各種各種精密的量測 我得到很多訊號之後 我就要去電腦Mainable裡面跑 我就會去跑各種FFT 還有各種的分析 那每一次量測完數據 然後到電腦跑的時間 通常都是一整個下午 所以我還記得當時我寫論文的時候 很多很多個晚上都是直接睡在實驗室 沒有在休息的 當然每天到實驗室 第一件事情是打開動畫配午餐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現在的筆電規格能夠有這樣子的幫助 最主要還是在GPU它的性能 以及它的相容性 NVIDA的GPU也有針對 像Premium Pro、Photoshop、Lightroom等等 這些我常用的創作軟體做硬體的加速 這次訪談到我滴漢教授 也更讓我知道 原來GPU也可以專門拿來做數據處理 還有這些AI的分析 真的是非常厲害的技術耶 那最後再來聊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ROG Flow X16 作為新時代筆電的代表 ROG Flow X16作為一台電競筆電 它在使用情境和操作彈性 都是很創新而且實用的 它是QHD 165Hz的高螢幕更新率 經過Pantone的色彩驗證 具有100%的DCI-P3廣色域的涵蓋範圍 之前也有提過 100%的DCI-P3是電影工業集在用的 身為經常需要調色的音充樂者 還有遊戲玩家 這個規格真的是很可以啊 它有4個揚聲器和杜比全景聲環繞音效 而且也有3個以上的麥克風組成3D陣列 不管是打遊戲時的立體聲表現 還有開會的時候 可以擷取某個特定方向的聲音 這些影音的規格 可以在開會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好用 ROG Flow X16它除了在規格上面 令我蠻驚艷的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那就是它可以這樣子 直接360度 看到我都覺得有點發抖 不科學啊 它的螢幕轉軸設計可以360度的旋轉 可以輕鬆的切換筆電啊 平板影音遊戲模式 創作或寫字的時候 就可以用正常筆電的模式 那如果是看劇啊 或是看影片遊戲的時候 那就可以轉換成平板模式 而且它的Hinge做得還蠻扎實喔 筆電最有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就是散熱 它使用Force Force 三風扇散熱技術 和新型的Pulsar散熱騎片 我拿它實際來玩一些 很吃重3D特效的一些遊戲 那跑起來也非常的順 風扇的聲音也比我預期還要小聲 如果你是那種喜歡高震率 特效開全滿打遊戲的人 或是很想剪輯4K重調色的 這種影片的話 它還有XG Mobile的外接部 XG Mobile就是像這樣子一張 它是顯卡 沒錯 你不需要一個很重的顯卡盒 像這樣一張卡 直接經過這個轉接頭 插在筆電上面 你就可以獲得最高RTX3080的 顯示卡的規格 這個卡重量比我想像還要輕耶 有了這張之後 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一個 重工業移動工作站了 整體看下來ROG Flow X6 這樣子的規格 在打遊戲啊 或是在跑理工科系 常跑的一些實驗軟體 各種情境都非常的強 加上前面提到的各種影音規格 還有能夠增加使用者體驗的機能效果 如果你想要找一台高效能 然後顏值又好的筆電的話 那ROG Flow X6 會是不錯的選擇 經過這支影片這樣子的探討 還有我自己這十年來的心得 我們這個世代科技的進步 非常非常的快 快到不可思議 最主要的進步就是CPU和GPU的運算能力 這些運算能力從以前 我們只是想到能夠打遊戲 能夠更加的順暢更快 然後美術效果更好 未來各種 只會出現在科幻小說裡面的 像是AI機器學習 VIA AR等等這些應用 都會依靠算力這件事情 才能夠發生 現在我們處於的階段是 一台筆電 就有辦法達到非常高規格的運算能力 那未來會是什麼樣的時代呢 我也非常期待 我研究了一下 也許會是遠端去操控 一個高效能伺服器電腦的時代喔 那這個時候5G的應用 然後到這個電腦連線的速度 反饋時間 這都會是下一步科技發展的重要地方 感覺這樣的科技分析 又可以再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 好啦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對這些科技發展啊 然後對筆電規格的眼鏡 有什麼心得或經驗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